詞曲 李宗盛 是以誰為愛世人怨捨身 這禮物化作活存的心靈 幸福是接受和活出這禮物的真體 教我學習愛到同時就如意見主 人一生聚如乾艷陽眾思多搖眼如揚沒愛 彷彿天空阻隔了光線的帳馬 清潔淨我心眼長留著愛的恩全 清似璀璨 歡迎收看生命恩全 我相信看這個節目的觀眾已經等了整個星期 因為上個星期我們就和天皇巨星 一位殿堂級的歌手葉麗儀小姐 Francis葉一起聊天 上一集就和我們分享到他在人生經過不同的歷程 包括說到他自己曾經患上癒癌 今個星期我們繼續和Francis一起聊天 多謝你再上來 多謝你 Kristina 我們上個星期就說到 在你說事業很成功的時候 又有很多很大的名氣 突然之間一個炸彈下來 說你有軟癌 你當時是那個面對 是怎樣去接受這個訊息 很難接受 第一個反應是很生氣 為什麼會發生在我身上 後來冷靜下來之後就憂心 當我自己憂心的時候 其實我是不捨得兒子 不捨得老公 亦都開始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呢 但是都很不服氣 想盡辦法去尋求一些原因 發覺原來自己做了二手煙蚊 是有好可能有這種病的 幸好發覺是一期的癌症 不需要做化療 但需要做六個星期的電療 當我在做電療的時候 真的啟發了我很多東西 因為我去瑪麗醫院做電療 有機會見到其他的病人 我當時才了解到 其實我比其他人很幸運 有些比我真的病得更加厲害 他們都繼續用很強的生命力 繼續生存下去 我不應該遠天由人 而且我回來看了很多 因為當時不能打球 做著電療 不能曬太陽 於是不能出街 我很多時候看了很多書 也了解到 其實一個人的生死 不是由我們自己操縱 我們要將這個決定 永遠都在天主的手上 既然你不能操縱 亦都不能去預料 那你擔心你做甚麼 擔心你 即是你日子一定要過 你開開心心過 和很擔憂地過 兩樣都是過法 你當然選擇開心的過法 Francis 我和你都很好聊 都認識了 不是說對才認識 都很好聊 我也知道 你有時都說 我也是一個控制人 我喜歡很多東西在自己的掌握 我的要求很高 很多時候可能是希望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突然之間來過這樣的癌症 令到你發現原來的東西 真的不是你自己可以掌握 不是人可以掌握 我想當時的心態調節一定是 很大 很大 但是當我想通了我不應該擔心的時候 我就覺得自己少了一部分的淡子 我自己跟天主說 這是你的決定 我服不服緣是你的決定 但是會不會都怨天主 為何要給我這樣 我和兒子現在關係這麼好 我和我先生又一直都這麼好 為何你現在要搞到我這樣病 我沒有埋怨 因為我知道這個 到底是有一個人為的原因 也不能後悔我入了這行 因為吸了這麼多疑手煙 這是無補於事的 所以我沒有這麼想 我的想法就是 OK 我不再擔心這件事 因為當我很不開心 我會跟天主說 這個包袱很重 你幫我背吧 因為我真的背不了 再一次的交託 他幫我背了很多東西 你癌症之後 非常好 初期發現得早 又做到電療 已經開始康復了 但是人生在你的健康方面 都未停止 未呀 因為有一件事 媽媽從來不跟你說 就是有一件事叫更年期 因為以前很可惜 我媽媽52歲就過生 所以她沒有機會說這件事給我聽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有件事 聽到有些人說 我49歲患乳癌 然後沒有多久 就開始踏入更年期 開始出汗 還有開始有一些panic attack 忽然間控制不到自己的情緒 那個 mood swing 大得不得了 忽然間很興奮 忽然間很生氣 忽然間很不開心 小小事發生的時候 就會變得很大件事 一路來不中發生這些事 我都不知道是甚麼事 我去看醫生 醫生就說 這些是婦女更年期 有時的賀爾蒙不正常 就會是這樣 但她沒有告訴我 那種叫抑鬱症 其實不是純粹 是因為更年期賀爾蒙不正常 影響你的腦血清素不正常 腦的化學不得平衡的時候 就會有抑鬱症 於是一路到我來多倫多唱歌 那年應該是2001年 我來多倫多唱歌 就幫Heart & Stroke Foundation籌款 可能是因為時差的關係 她人極度疲勞 有一天我起不了身 我睡在床上不停地哭 用皮蓋著自己 經常說 約了人打球我都不肯去 我丈夫知道真的不行了 因為我永遠都不會約了人 去打球我不去 於是幸好Heart & Stroke 就有些好好的朋友 其中一位是Dr. Joseph Chiu 他是做腦科的 他立刻安排我去見他 他跟我問卷做得很詳細的檢驗 也抽了血去檢驗 發覺那些化學很不平衡 而且他人由於極度疲勞 就惹了一個 episode 就是Depression 他就叫我開始吃藥 就要求我不要離開多倫多 直到他能夠安排到一些藥分 調整到我的情緒才離開 還有當時為什麼這麼害怕呢 就是我有很強烈的自殺傾向 當時我住在酒店 Joseph跟我老公說 你一分鐘都不要離開他 如果他去廁所你都跟著他進去 你都要收拒絲的東西 不要讓他開槍 因為當時對我來說 我心裡的想法是 死去是一個很大的解脫 會是一個很舒服的解脫 當時連祈禱都不跟天主聊天 因為我自己知道 自殺是一個絕對不可以做的事 我知道是不對的 但是唯一能夠解決的辦法就是 吃著一些震靈劑 然後跟著吃抗抑鬱症的藥 都要10天才開始見效 頭那10天就像個Zombie 兩眼無神 坐在那裡 甚麼人都不理睬 又不吃東西又不喝水 人瘦得好像肝 10天後才開始平淡 總之我在多倫多留了三個星期 直到我回到英國 回到英國之後 由於住在自己家裡的環境下 就可以開始控制自己的飲食 開始感覺到 在開始時有一點控制 人就平復一點 接著我看很多書 亦都用一些 Cognitive的方法 自己跟自己爭辯 為何我現在這樣 我的想法這麼差 右邊的紙就寫 你不應該這樣想 你的丈夫很疼愛你 你的兒子很疼愛你 即使用了這些 再見心理學家 心理學家就說 這是可能因為我兒子結婚 我有一種離巢的感覺 空巢的感覺 他離開了你 他不再需要你 其實我覺得自己沒有 但他說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到英國三個月之後 我回香港 一回香港便找中醫 找中醫 中醫便說 你的五臟亂了 肝又有事 腎又有事 因為肝有事便會發脾氣 腎有事便會害怕 肺有事 或者心臟有事 肝有事便會發脾氣 一個器官影響一個器官 於是吃了一年半的藥 調理了 但我抗抑鬱藥 吃了八個星期 八個星期已經停了 八個星期 但肝又逐漸減 因為當時我告訴自己 我要面對這個問題 我不可以進入 因為當時已經開始 我感覺到我又在操控 我覺得如果我吃這顆藥 就是很投降 我不要投降 而且我必須面對 很辛苦 我看到你 在這些人生這麼低調 這麼多的挑戰 都可以看到 其實Francis 是一個很有毅力的 所以當然是病發的時間 完全是因為生理問題 你自己控制不了 但當你一開始 藥效進入的時候 可以的話 你就已經是用你自己 很會ful的心 我一定要操控 因為我是不可以進入 我的人做事是這樣 這是一個很糟的病 但是在那十天 你是常常 David這樣 會不會令到 你自己覺得 跟丈夫的關係 更加進一步 雖然是一個病 是令到很不開心 是令到你很危險 但是他真的是 全天候24小時 這樣看著你 會不會是在一個 逆境之中 反而是覺得 令到你們自己兩個的關係 真的會更加好 沒有了他 現在沒有了他 沒有了他 沒有了他 我也曾經很害怕 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 一直以來 在我患癌的時候 我已經很感激 因為他對我真的不離不起 因為他媽媽也是癌症過身 所以我們兩個都曾經 他最後十個星期的生命 我們跟他一起走過 變成我們兩個都看過 當時的受苦 他的痛苦 那種情形 而我覺得 我老公在我患癌的時候 他跟我說 我不知道我應該怎樣幫到你 但是你走每一步 我陪你走 那你不要害怕 他跟我這樣說 那我就覺得很感激 到我患癌骨症的時候 他也是 我在英國那三個月 他永遠不會自己一個人 走去做事 一定問清楚 我今天想做甚麼 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 你今天想做甚麼 一樣都是我先走 這是很少有 因為平時我跟他關係 就是做事就是我先走 在家裡永遠都是他先走 他起居飲食 我全部都會照顧 那我就叫他 你不要 你先跟朋友打球 你今天我去買些甚麼 他都不想 他一定要跟你去買完 他才去 那變成我 我心裏面有很大的感激 而我深深了解到 他很疼我 那我覺得 我一生日之中 遇到一個這樣的伴侶 是很難得的 好了 接著是幫忙 我知道早幾年 David 也在身體上出現了問題 那時候 我便知道 Francis 全心全意 我是做四 經過一個很困難的時期 很長的時間 在2009年的1月26日 澳洲日 她忽然間 她背部痛 腳痛 已經痛了很多年 知道她有一節骨 正在退化 美濃骨 有一節L4 正在退化 一直做物理治療 自己有做練習 希望不需要做手術 到2009年1月 忽然間 左腳不能走 完全沒有知覺 冰凍 那天放假 甚麼都沒有人看 她又起不了身 我唯有找間 開了門 因為藥房在澳洲 很多時候放假都會開 我租了個輪椅回來 推來推 那天還是連三十晚 要吃團連飯 跟兒子推來推去 推上推下 但翌日不行了 翌日仍然是假期 明星期補假 我看到她的腳完全沒有 沒有感覺和冰冷的愛 很害怕 那我就打電話叫救傷斜 就送她去醫院 因為澳洲認識人多 就找到最好的腦科醫生 入了急症室之外 就馬上送去私房 醫生回來一看 四點鐘照MRI 六點半看片 八點鐘做手術 原來她有一節骨碎了 有一塊骨掉進去神經中樞 她紮住了腳的神經 立刻要做 但幸好做得快 幾個禮拜後 她已經開始有感覺 走得回 但很可惜 三個月後 即是一月做一次 EASTER的時候 再來一次 另外一塊掉了 我們又不知道 忽然間又有同樣的痛法 又是不能走 立刻安排入醫院再做 這次的手術大一點 時間長一點 但傷害就大一點 於是出來了 她不懂得走路 要九個月的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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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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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不是的 她都陪了我很久 但我跟她的照顧是 我記得當時醫不戴大 我自己就感激到不得了 亦都感激到不得了 我記得有一天 我扶著她去醫生複診 複診後在購物中 複診後我就去Grain Grosher 安排她在椅子上坐 You wait for me here 我就去買東西 我買東西出來 查看的時候 有個菲律賓的女生收錢 她以為我是菲律賓人 跟我說菲律賓話 我就說 No no I don't speak Tagalog 她就說 你是不是在老人院做事 我問 為甚麼 她說我看到你照顧那個老人 不是那個我老公 但她當時的樣子真的很老 第一件事她肌肉收縮 整個好像人乾一樣 她又白頭髮 她在人乾的時候 臉就皺紋多了 而我呢 又不化妝 又不剪頭髮 又不成 即是簡直是 阿四 那就像在人家老人院工作的人 對 她說你是不是在老人院工作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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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my husband 哈哈哈哈 但真是九個月後 很好運 她漸漸漸漸漸 暫時於小の 還有 中一個奇蹟ans 她是一個好的患者 她由窮尾到尾都沒埋怨過 唯一變得 有一片點脾氣 就是自己拿一杯咖啡不小心 因為手震了 掉了一杯咖啡落地 剩下一個人在 Oh I am so useless 我就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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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 not useless You are coping really well 我給他一些信心 你想想他一個這麼活動的人 忽然間不能動 每樣都要靠我 真真正正是洗澡大小意便 甚麼都要靠我 他對自己的感覺是一個很厭惡的感覺 這是很難避免的 你要給他一些信心 你要給他一些愛心 這是沒有問題的 這是 what being together means for in good health and bad health 我發覺一次皮膚 即是懵疹一次 兩年之內做過一件事 我覺得是很難得 他在醫院來說 他是一個模特兒患 他去做rehab的那些 exercise 在健康上 那些醫療師很喜歡他 因為他叫他做甚麼就做甚麼 他回來自己很勤勵 所以他現在打得翻球 亦都找中醫幫他補身 因為有一段時期很害怕 他做完第二次手術 他的腎 中國人說是雙元氣 腎虛他以命和頭暈 所以要找中藥幫他補回 幸好他又在古州找到 漸漸大概九個月後 他已經旅行好 我們才回香港 幸好那段時間有個孫女 孫女每天來跟我們玩 她的時間沒有那麼膚躁 說到你孫女Sowie 我知道她看照片和你很像樣 很像樣 性格也很像 很喜歡唱歌 又懂得開玩笑 他經常跟我說 我告訴他 因為我兒子說你出門 你一定要跟他解釋 不然他不見了你 我問媽媽要上班做事 媽媽明天坐飛機 為何你上班做事要坐飛機 爸爸上班做事不用坐飛機 不懂得怎樣回答他 我今早就跟Sky 她說媽媽你那裡是早上 我們現在要睡覺 很小時候都知道這些 我知道她連你的首本名曲 她懂得唱 因為我不在 她們經常放YouTube的影片給她看 她知道 來不中她自己爬上桌子 自己拿著棍子 浪斌 浪流 爸爸 Black Sheep Have you any who 他很好笑 所以看到人的生命 當然是非常寶貴 而且看到下一代 甚至看到孫子 在她的成長當中 大家都會有很多喜樂 但我知道在你家 因為一個小生命的出生 由一個很開心的境界 就是跌到一個谷底 對 真心的谷底 那是第二個孫 男孫 Zoey出生後 我已經覺得很滿足 想不到我媳婦 一定要多追一個 兩年就知道是男孫 哇 開心得不得了 我和孫子很密切 孫子出生後 在醫院的時候 第一個洗澡的是我 一直洗到他們三四個月 我才會放手 每天都會去洗澡 我是這樣的 George是很私人 每天都會去洗澡 我才會去洗澡 我才會跟她聊天 怎料想不到 滿月酒擺了之後 接著那個星期 忽然間有癌症 有勁聯抽筋 立即看看醫生 原來她的腦 生了一個癌症的瘤 這個男孫 當然會為他們家帶來很多的開心 但也為他們家帶來了一個新的挑戰 我相信生命恩全的觀眾朋友 都很想繼續聽到 Francis 和我們做的分享 但因為節目的時間關係 我們今集就在這裡停一停 下星期繼續和Francis 聊天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我自己有一個 自己的分享 是關於Francis的 很想在這裡和各位觀眾分享一下 就是我知道 George不舒服 那時是有病的時候 我曾經給過一些路德的聖水 Francis 希望可以經過祈禱 經過各樣東西 天主可以幫助這個可愛的小朋友 接著Francis 有一天寫了電郵給我 令到我非常之感動 我和你一樣很容易哭 就是他跟我說 他說我拿了一些聖水 回來澳洲 我就會去找神父 然後就看看我來給George用 不過 不只是給George用 因為我們有其他的朋友 都是不舒服的 身體或者有病 我們的聖水 都一樣會和其他人一起分享 我當時看了你的電郵 我自己的心就是 哇 你真是 用偉大來形容 我覺得不過分 因為如果給我自己 是我自己這麼親的人 是有病 我想我就會是 希望你快點康復 我甚麼都會專注給他 但在你人生那麼緊要 自己那麼親的孫子 你仍然會去幫其他人想 有些甚麼你會去跟別人分享 這件事真的令我非常之感動 因為當時我在醫院見到其他小朋友 有很多是比George更加差的 所以我覺得 當然如果他是一個回教徒 我不會拿過真正水給他 但我在聖堂 我知道有哪些 有些老人家 或者有些小孩子是不舒服的 我會分享他們 因為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件事 它會令所有人開心 而我的教堂的朋友都很幫忙 他們為George寫了很多祈禱 我們也奉獻了彌撒 而且George最危急的時候 我發了很多訊息給全世界 我所有朋友都看George祈禱 我覺得 聖堂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有很多在澳洲朋友 無論他是甚麼信仰 他都會幫我們祈禱 所以我覺得 人與人之間能夠互助 是一件很好的事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心裡有多少愛心 這個世界就不會那麼混亂